昨天晚上取快递 一出门就看见一只小梨花 在路中间蹦蹦跳跳的抓马 还是个斗鸡眼 这我能挂着它 一伸手就给它捞回家了 剪猫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小姐姐非常喜欢 所以呢我就给做了个蛆虫 就让小姐姐带回家养了 哎呦结果金子要身为不照近的 跟金搭错了 我出去溜了个弯 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只在翻垃圾桶的 梨花菊 我以为是昨天晚上的小家伙的亲人 所以呢我就赶紧回家 取了零食和猫包 想着就再捡一只吧 但这猫它比较怕人 我就想着上一次的惨痛教训 就试图给它讲讲道理 明明呼呼讲了好久 猫都吃饱准备走了 我就说 你愿意跟我回家的话呢 就进包里 虽然不比现在自由 但至少有吃有喝 不会饿肚子呀 结果说着说着 旁边一个遛狗的老大爷 在我背后突然敲咪咪的说 哎可是小家伙它老愿意啦 它可愿意啦 说吧这大爷往前走了两步 对猫说 你过来 哎我谈了一早上 心都还很抗拒的猫 哎一步一晃的过去了 还讨好的喵了一声 大爷呢 一抬手给它抓进我的包里了 还不忘帮我拉上拉链 一边拉一边说 咪咪咪农以后有个家就好咯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好嘛 还这种操作吗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我这一大早上的 临时 罐头 讨好的话 说了一箩筐 不如大爷一句 来呀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咱们来这种 咱们来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